4月1日,纽约人寿长岛分公司的余杰团队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招聘会,以职业规划研讨的形式,给大家分享怎样转变赛道,怎样把握时机,如何取得成功。 纽约人寿长岛分公司,常年在全国位于业绩第一的位置,其中余杰的团队连续多年夺得长岛分公司几十个团队里总业绩第一名。 余杰本人也是很多年都荣获年度最佳经理大奖,尤其在疫情肆虐的这两年,他们更是打破了有史以来的团队业绩记录。 余杰的招聘会特别邀请了纽约人寿副总裁,华裔市场总监孙东明先生,对职业发展的未来前景做了一个阐述。 他向大家介绍纽约人寿作为全球知名的寿险公司,其在寿险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作为保险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纽约人寿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不言而喻。 平台实力雄厚,职业前景广阔,纽约人寿长岛分公司大法拉盛分行执行总经理陆明德先生, 回忆了2006年和余杰等一起创建大法拉盛分行,历经17年事业发展壮大,取得了娇人业绩的故事。 他还特别赞扬于杰副总经理在管理方面的独到之处,善于发掘队友潜力,带动团队克服困难,屡创佳绩。 纽纽约人寿长岛分公司大法拉盛分行副总经理余杰,从态度、知识、技能、习惯等四个成功基本要素入手。 回溯了自己,从一位资深音乐艺术工作者转换赛道进入保险金融领域的心路历程,又进一步分享如何设定目标,做合理的计划,如何开拓市场, 基于纽约人寿的系统,成为专业人士,达到自己的梦想,最终走向成功的经验。 我把对音乐的热爱转换成对新人的培养,帮助他们度过在职业转换当中最艰难的阶段,找到新的方向,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于杰团队中的总统成就奖获得者,百万圆桌会员黎明,优秀业绩奖获得者,全球百万圆桌会员周荣芳,总裁成就奖获得者,全球百万圆桌顶级会员张玉生, 也都从各自的经历出发,讲述了于杰怎样独具慧眼,挑选到自己,转换到纽约人寿的发展平台, 并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打开事业发展的天花板,几位业界精英讲述的人生故事和从业经验分享, 为即将转换跑道,投身到纽约人寿寻求发展的新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为将来的职业规划树立了榜样。 纽约人寿长岛分公司大法拉盛分行培训部主任陈敏华, 则从纽约人寿入职培训和事业规划的角度, 介绍了公司为新进员工提供资源,助力成长方面所做的系统性保障。 在这次招聘活动中,于杰还特别邀请了社区知名律师、医生、新萌工作者等朋友一起分享。 在祝贺于杰团队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于杰也对所有客户和朋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并欢迎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纽约人寿的优秀团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把这份爱心事业越做越好。 保险是一种责任,是爱的承诺,是一份更为坚实的爱的礼物。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应该做好风险管理、财富累积和资产传承等各种规划。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 杰出团队,与你相约。 从一通电话开始,可能就会改变你的人生。 646-241-7457 纽约人寿鱼节团队,邀您共创美好未来。 746-241-7457